而此刻 盗炮长老等人微微寒手 他们对夜晨抱有期待 也当然不会因此而觊觎黄泉锋 哪怕黄泉锋此刻的灵气充盈无比 甚至超越宗门任何一处宝地 盗炮长老收回视线 露出笑容 看向武断仓 我等当然不会对这黄泉锋有想法 但难保宗门内的弟子 甚至是长老们不动心呢 需不需要我出面告诫他们一番 方才的大胡子此刻嗡声嗡气地说道 身上气息震荡 满天鸿蒙之气围绕着他流转 彰显出他的实力非凡 不必 文言 武断仓却是摇摇头 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是叶晨的必经之路 这些事情让他自己去应对便好 更何况宗门内还有他人耳目 我们干涉过多 反而容易给叶晨带来危险 不如借着叶晨之手 将这些家伙进阶铲除 武断仓此言一出 诸位长老也是眼中寒光闪动 显然他们也清楚宗门之内有心怀鬼胎之辈 很多人都担心六道宗再度崛起 所以也在六道宗安排了不少耳目 武断仓等人对此心知肚明 但却不好动手 如今叶晨出现 他们也发现叶晨的性子不是擅长 他们反而可以借助叶晨之手 来解决这些家伙 这也是一件好事 既然这般 那便放任他们吧 看看谁会跳出来 自选死路 盗炮长老洒脱一笑 盗炮一阵 身形从神殿中缓缓消失 随后 其他长老也纷纷告辞 留下武断仓一人 目光深邃地坐在神殿之中 看着黄泉锋所在的方向 与此同时 黄泉锋上空 异象连连 浩荡的灵气越发恢弘 甚至有无数金莲 从天空中飘落 甚至有神女在天空中散花 这一切都让六岛宗内的众人 心神震荡 死死盯着黄泉锋 眼中露出贪婪的神色 甚至连几位长老 也是眼神阴险起来 纷纷动身前往黄泉锋 短短时间 黄泉锋便汇聚了一众弟子 以及诸多长老 一个个面色不善地看着黄泉锋 这个夜晨 真是走了狗屎院 竟然让他得到黄泉锋 这样的神意之地 这小子完全就是 瞎猫碰到死耗子 黄泉锋灵气枯竭 没想到竟然让他捡了便宜 我恨哪 宝地应该有强者掌控 夜晨实力不济 他不配坐拥黄泉锋 一众弟子怒喝连连 而在场的诸位长老目光转动 却也是心怀鬼胎 并没有出言制止 反而看着事情愈演愈烈 而此刻 夜晨正身处黄泉锋的大殿之中 他已经发现黄泉锋 汇聚了不少人 不过对此毫不在意 此刻 看着大殿之中缓缓升起的一方清泉 夜晨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这正是黄泉灵水 也是昔日消水寒修炼之地 黄泉灵水之中 灵气充盈到了极点 甚至汇聚成一只只灵鹤 灵鱼 在泉水中嬉戏打闹 看上去十分神异 夜晨伸手捧起一汪泉水 泉水灵气四溢 下一刻竟然直接化作精纯灵气 顺着夜晨的手掌 涌入他体内 这灵气太过精纯 甚至不用炼化 便直接化作修微 只是微弱的一点泉水 夜晨便察觉到 境界有了几分精进 刚刚突破的境界也稳固下来 不由面露喜色 这真是好东西 夜晨眉头微挑 黄泉灵水这些年 被消水寒封印 却一直在吸收着四周的灵气 因此封印这么多年 黄泉灵水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 恐怕比过去还要翻了一倍 十分充盈 而此刻黄泉灵水出现在大殿之中 大殿也发生异响 原本陈旧破败 布满灰尘的大殿 绽放出耀眼光芒 光滑流转之下 大殿患然一新 甚至绽放出浩荡神威 仿佛无上帝王的宫殿一般 让人心生敬畏 而在大殿内部的墙壁之上 夜晨却是看到一道道 亮起的符文 这些符文连接在一起 布满了整个大殿 隐约汇聚出周天星斗 天地八卦的样子 这是大阵 夜晨心中威震 没想到大殿之中 竟然还有阵法守护 而且看上去还十分的不简单 而夜晨作为黄泉锋之主 已经炼化了黄泉锋的核心 彻底掌握黄泉锋 此刻心头也涌现着 大阵的名字和用处 周天黄泉镇 这是一门蕴含了周天星斗之力 黄泉浩荡之威的大阵 大阵催动 简直可以撼动一切 六道宗内甚至都无人可以撼动 堪称变态 与此同时 周天黄泉镇的杀伐之力 也丝毫不逊色于守护之力 可以轻松磨灭无数强者 如同浩荡黄泉水席卷一般 简直能够镇压诸天 碾碎还宇 周天黄泉镇如此可怕 夜晨对此倒是觉得可以接受 毕竟黄泉灵水如此的珍贵之物 用来催动的大阵若是威能不强 简直就是丢黄泉灵水的脸 而这时 大殿之外一群人已经来到了黄泉峰山顶 看着神盲大放 一扫往日破败的大殿 目露嫉妒贪婪之色 夜晨 你给我滚出来 这黄泉峰不是你这样的人能够拥有的 有弟子忍不住开口呵斥道 对 宝地应该交给宗门重新分派 你还是赶紧把黄泉峰交出来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给我滚出来 我在大殿里装锁头乌龟嘛 一群内门弟子呵斥连连 他们起初也担心五段仓等人不会纵容他们 因此没有直接登上黄泉峰 而是在试探 只是试探之下 众人察觉到五段仓 似乎没有制止的打算 因此才有了勇气登上封顶 呵斥夜晨 让夜晨交出黄泉峰 与此同时 一个个心怀鬼胎的长老 也是目光深沉地看着大殿 他们虽然没有开口说话 不过察觉到五段仓等人 不会理会这里发生的事 此刻显然也对黄泉峰充满图谋 夜晨身处大殿之中 察觉到这样的状况发生 不由地嘴角勾起了一抹冷冽的弧度 一群贪婪之辈 还想要黄泉峰 夜晨心中微动 正打算催动周天黄泉镇 将这些人全部驱逐 却见到两道身影从天际报射而来 两道身影直接落在六道宗众人的前方 无尽灰尘荡漾之中 杨千玉与刘云渺的身形显露而出 诸位 这黄泉峰是夜晨自己选择的 更是首席弟子应有的权利 你们现在让夜晨交出黄泉峰 有些欺人太甚了吧 杨千玉面色冷然地看着一众同门 不爽地开口说道 刘云渺倒是没说话 而是直接走到了大殿门口 转过身 目光冷然地看着众人 已经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想要进入大殿 必须要跨过他才行 哼 刘云渺 你还真是一条中拳 被夜晨击败 便忠心认主了吗 此刻 火红头发的那门弟子 再度站了出来 他叫做雷荣 实力比起杨千玉 只是稍差一筹 刘云渺听到雷荣的话 冷哼一声 却是没有说话 刘云渺心中清楚 自己败给夜晨 奉夜晨为主 那便要信守承诺 他只是在做自己坚持的事 这些人的闲言碎语 他不必理会 而此刻 雷荣见刘云渺毫无反应 不由地冷笑一声 随即看向杨千玉 杨千玉 刘云渺败给夜晨 给他当忠权 我能理解 你是怎么了 难道也要认夜晨当主人吗 这样的你 真是让我感到羞耻 与你斗争 让我感到耻辱 此话一出 杨千玉哪怕脾气再好 也不禁动怒 雷荣 夜晨成为首席弟子 是宗主做的决定 你若是不服 便去找宗主 不要在这里乱废 你找死 雷荣性格暴躁 此刻勃然大怒 火红的头发竟然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身上更是火光滔天 气势爆发 向杨千玉碾压而来 就这点本事吗 杨千玉眼中闪过一抹冷燃 一摆手 狂暴地风暴席卷而出 瞬间将雷荣的气势破掉 看到杨千玉风淡云青的样子 雷荣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忌惮 杨千玉在六道宗隐隐有着第一人的称号 他的实力的确毋庸置疑 主位 既然这两个人想当夜晨的狗腿子 那就出手拿下他们 看看他们的主人敢不敢出手保下他们 此刻雷荣意识到自己一人不是杨千玉的对手 当即开口怒喝道 让众人与他联手 而其他内门弟子听到这话也是颇为心动 他们单打独斗都不是杨千玉的对手 联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 既然杨师兄要护着这个装模作样的小子 那我周天狂倒要讨教讨教了 此刻 一位身穿黑白相见长袍的弟子起身而出 气势狂暴席卷 仿佛要碾压诸天一般 他与杨千玉的实力也是相差无几 因此十分有底气 我也来会会杨师兄 哼 杨千玉你真是被猪油蒙了心 护着这个废柴 一道道身影 此刻全都站了出来 一共六人 实力都与杨千玉差不了太多 此刻冷然地看着杨千玉 气势一同爆发 汇聚在一起 简直要毁灭一切